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這一款 這個 已經火...算是火紅很久嗎?好像也沒有火紅多久的一款遊戲 叫做橡樹射擊3D 那老頭最近才發現這一款遊戲感覺還蠻有趣的,結果我沒想到一登錄 這遊戲內容還蠻豐富的嘛 最近聽說更新改版還加入了大逃殺系列 然後又是這種橡樹系列的,其實橡樹一直以來都很吸引老頭 所以說老頭就在考慮說要不要來拍這個系列,因為剛好 剛好老頭看到有戰役的部分喔 這應該算是單人模式吧,讓老頭非常的 想要拍他這個裡面的系列喔,因為他好像分三張 分三個章節吧,每一個章節都是一樣要用槍枝 然後去突破這樣,感覺蠻有趣的 老頭有點想要拍這個迷你遊戲的這個系列 那後來老頭有去查一些相關資訊喔 老頭看到這個遊戲其實第一件事情會覺得說 這款遊戲在手機上面五千萬的下載流量 我上YouTube搜尋這個影片 為什麼 怎麼沒有人把這個遊戲給帶起來 直到後來看了某些影片之後 我驚覺原來如此 終於知道為什麼沒有帶起來了 就是這款遊戲原來啊,外掛泛濫啊 各種的人使用外掛 然後導致遊戲體驗變差 然後大家也沒有人願意就是 應該不是說願意啊,可能就是覺得遊戲體驗變差份額離開吧 我是這樣猜想啊 又或者是說這個遊戲的課金機制 就是很讓人沒有辦法接受啊 因為我看他這邊 4050就 4500 400050塊 才拿到3600顆鑽石 我是不知道這樣子貴不貴啊 我個人感覺還蠻貴的 他這個課金制度好像有點 稍微偏貴了一點 感覺有點像偏天商那種感覺吧 對啊 我是不曉得 可是我看到就是外掛特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情有可原 不會紅的原因 大部分應該都是這個關係吧 好吧 好啦,這閒話 閒話家常 我也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呢 今天我是來試玩的 那之後呢 要不要來開個觀眾場跟大家一起玩 我就不曉得了 因為外掛這麼多啦 然後我又開觀眾場 如果一直遇到外掛 其實我心情也會很不好 那我乾脆就不要 不要觀眾場了 我這個觀眾場就不開了 對嘛,誰會希望自己開的觀眾場 跟大家一起玩 外掛一直進來 我們玩屁 破壞人家的遊戲體驗 也加速了 也加速大家對這款遊戲的熱愛 大家會離開的大部分原因 我覺得應該也是外掛太多吧 是不是 好不好 那就已經講了這麼多了 我也不太想多說了 我們今天來玩一下我們的戰役好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戰役有分 像素世界 交叉了世界 方塊世界 然後還有一個未推出 我也不知道 然後遊戲有中等 簡單 簡單中等困難 我們直接選中等來看看好了 來吧,開始吧 然後你看 他有像這種就是 分佈地區有沒有 然後有分三顆星 就感覺好像以前我玩的那個 僵尸城 的那種感覺 那種概念有沒有 哎唷 在三番市附近的農場 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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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是怎樣 突然聽到聲音的站了起來 全部都是僵尸 然後呢 就這樣 他蠻薄弱的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開頭的正常劇情 然後開始了 我現在身上的武器 有小槍 還有我們的小刀 還有我們的這個 聖誕槍 他這個是上面 中間上面應該顯示是要 討伐十隻殭屍吧 OK 剛開始應該都挺簡單的啦 我們的野豬哥哥 彭彭 彭彭 到時候把他取個名字叫彭彭好了 彭彭一定滿 好我們撿到錢 然後他左邊顯示彭彭那個鞋 哈哈 那個鞋 我那個彭彭看起來好好笑 好一槍解決 他的箭頭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告訴你僵尸的位置 還怕你找不到咧 寂寞火星 好我們繼續找 其實老頭真的還蠻喜歡玩這種類型的遊戲啊 過關打僵尸 個人覺得這蠻讚的 像L4D2這種感覺有沒有 可惜啦可惜啦 這款遊戲被歪掛佔領了 不知道我對這款遊戲的熱情能夠持續多久呢 不知道不知道 還有頭目喔 這個遊戲居然還有個頭目機制喔 雙頭殭屍 哎唷 掉星武器 死 耶 過關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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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耶 下一個章節 然後他的劇情相真的欸 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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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一把 衝鋒槍 登登登登登 救命啊 教堂喔 我希望我來得及救 好 然後呢我忘記把我的臉書 再次關了 抱歉 抱歉 好繼續吧 這一關有隱藏的寶石和錢幣 發現所有新的秘密 哇變酷口殭屍了 什麼聲音 這什麼鬼東西啊 等下等下 為什麼那些 那些敵人平空出現削幾雷 平空餒 他們是幽靈嘛 平空出現正常齁 我要順便找一下看有沒有那個 隱藏金幣 我會藏在這後面 你看 你看 被我猜中了 然後寶石呢 隱藏寶石會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你看見 哎呦 屍體 掛了 圓釘掛掉了 可不可以拿他身上的東西之類的 應該是不太行吧 算了 唉呦 笑一跳 我靠地上爬的也有 直接把他咬死 那個叫聲好恐怖喔 欸 找到寶石了 爽 好 那隻寶石 噢 阿鬼 那拿到新槍 欸 這不是MP5嗎 水喔 完了 欸 喔 我都沒有被打到 我以為我剛剛被打到了 下一局 我來得太晚了 他死了 我應該去城市 耶 現在我可以去城市了 你跳太快了吧 坐這個警車 坐警車去 去城市 去城市 去去城市是吧 拿個我們的MP5 牆壁上還有塗鴉 等一下咪 裡面有沒有東西可以撿啊 有 撿到了金幣 好像要只給一個而已喔 我這是城市呢 我看他僵屍啊 這些都是軍隊 軍隊的人呢 那 軍隊被弄這樣 哇 蜘蛛出現了 哎 哎呦 然後這些都是屍體喔 來這個 被排列的警藍有序也好笑啊 營造成 營造這個瘟疫爆發的那種那種感覺 沒有子彈了 沒感覺了 殭屍變多了 他幫我 幫我咬好爽喔 哇 如果再沒子彈 哎呦 子彈了 哇 都會吐毒液 會吐酸液耶 哎呦 那種苦力怕嗎 來自爆一下啊 他直接這樣生出來了 boss出現了 在哪裡 噢 馬尬 啊在那邊 有掉盔甲 我還不撿起來 喔 兩個盔甲 我的砰砰 死了 嘿嘿嘿 砰砰 不 再這樣我要叫囉 哎呦 左輪 不錯捏 拉 拉到了左輪 耶 嘿 前面還蠻簡單的嘛 那是什麼 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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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一把鑰匙嗎 這是什麼 卡 或許這裡可以找到答案 醫院 我們現在要前往醫院了 是吧 哎呦 那我左輪還在嗎 欸 真的欸 左輪還在 武器都變了 武器都變了 往這邊找好了 哎呦 哇 我被打到了 自然深層欸 他們 哎呦 這裡有什麼 哦 欸 為什麼卡住了 欸 這裡遊戲 有時候還會卡 還會卡住咧 哦 被打了 這一關要不被打到 好像有點困難的樣子 感覺挺困難的啊 因為他 他是在室內喔 室內有點偏窄啊 欸 我卡住了 這個 有時候三不五十會被卡一下 卡一下這樣子 有解決掉了 是內 我又可以進去 這褲頭會不會攻擊我 不會 金幣 入手 撿到了金幣了 爽 我們只要上一發了 NICE NICE 又有子彈了 謝祖隆恩 感恩感恩 我們隨便走看看好了 這醫院還蠻大的嘛 怎麼突然有點想到20古堡2的場景啊 雖然那個場景不是醫院是 不是醫院啊 是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來著 是警察局 的那個長廊 這邊還挺像的啊 蠻像的就是啊 我們還剩下9隻 直接跳上去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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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們死掉至少也來掉一下你們的彈藥嘛 不要那麼小氣好不好 什麼聲音 機器正在啟動中 叮叮叮叮叮 喔這邊有電腦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撿的樣子 完了沒有子彈了 省著用 盡量不要 沒射到這樣子 喔有了 BOSS來了 哇這個電鋸聲音 我覺得我先走了 在哪裡 好像從這邊走過來喔 看見了 電鋸大哥 等你過來我就把你射死了 那 哇那個血這個血有多到喔 很可以很可以 結束 哎呦AK47 大家最愛的AK47出現了 哈哈哈哈 唉可惡 沒有耗法無傷 GG史密達 恩 欸我是按到重玩啦 林北才不想重玩了 好我們返回 退出 OK 那我們大概玩到了醫院喔 還是我們玩到第五關 然後下一個四關再把它過完 好我們去橋那邊好了 這是個壞主意 殭屍一大堆 直升機 我在這裡 救我 我要跟著他們走 好然後找找到這個有輻射 符號標記 感覺前面更危險了 一定危險啦 不然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繼續玩下去呢 是吧 我們就來到這軍事重地 好 這怎麼有點像是 PubG裡面的天橋啊 那座橋 那這有什麼 沒東西 我看見了 一大群 爬來爬去的髒東西 在那裡爬 而且都會吐這種酸液 吐好吐蠻 哎呦呀 哎呦呀 別啊 別啊各位 一數量真的有點多 說真的 數量有多哦 不容忽視啊 剛剛AK 把一半的子彈都打在那一隻上面了 完了下面子彈了 哪時候發子彈啊 走路還會稍微有點定格定格的呢 完了這裡沒子彈 一槍一個 哇靠哇靠哇靠 這不太對吧 嗚呼 有有有有有 nice 差一位 我看到子彈了 怎麼去撿一下 再不拿子彈我真的要往生了 哇這麼佛心給這麼多哦 佛心公司耶 那麼爽 好爽哦 啊最後一位勒 啊原來是烏鴉 啊 嫩 童物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見了 而且超大隻的 浩克 他丟石頭 哇豬掛了 我們的豬 砰砰 砰砰 你怎麼去了 砰砰 那丟不到我 哇 最後一下被丟掉 丟丟到了 Oh my God 算了 這是我狙擊槍 沒有三顆星 好吧 我們現在玩到橋這個地方 我們下一集 看可不可以就是 直接玩到學校 把這個章節給結束掉 好吧 那麼呢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遊戲 自己去在這個 Google Play 或者是iOS 這邊下載 用打那個像素射擊 或者是PiXL1 欸是醬電碼 我是不是拚錯了 總而言之 這個像素射擊網頁也查得到啦 你們自己去下載來玩吧 那麼呢 我是在這邊各位 先跟稍 跟各位稍微提倡一下 那絕對不要使用外掛 尤其是有這種連線機制的 這真的是會破壞遊戲體驗 你破壞了別人對這款遊戲的體驗之外呢 你對自己也是在破壞這款遊戲體驗 第一 你覺得這個開外掛之後呢 已經不有趣了 什麼都滿了 裝備都滿了 沒有成就感了 因為依賴外掛一個廢物 第二 你開外掛去殺別人 別人覺得這個遊戲不好玩 外掛一大堆 份額離開 這個遊戲呢 壽命就降低了 第三 遊戲開發者 我做這個遊戲給大家玩 就是為了要賺錢 你開外掛 讓他們沒有錢賺 我跟你講這款遊戲呢 可能倒了之後呢 有一半的責任就是你們這些開外掛的網爆蛋 知道嗎 好 說完了 會不會做的人呢 會不會聽的人呢 隨便你們 反正呢做的人還是要去做 請保持羞恥心的心態去做 不要在那邊 開外掛裝備全買好強 那你會被人家揍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玩笑 好不好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再繼續玩我們的像素射擊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